一旦破镜子的是工人而不是宠物的话 就得歇菜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和刚才我们看到的银石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一些提示 大家忽略这个就行了 工人出手非常漂亮非常不错 这次的话击杀一虫击飞一虫 同时上方形式的工人还被睡眠当中 接下来这回合下方是没有这个挥血压力的 好 直接一波 好 直接转来宠物 好 又是一波骑射 那么这波打下来现在情况感觉还是不太妙 双方现在还没有打出一个明显的优劣来 虽然上方血手损失比较大一点 可是下方血手的损失也不小 还是一个胶着状态 双方从气势上讲不太一样 上方的话感觉显得更加霸气一点 而下方血手的这个宠物虽然属于怀旧 经典感觉更内敛一点 我突然发现了下方原来是一位妹子选手 原来这位50年前波拉岛 这也是一位妹子 所以宠物才是用的如此的金光灿灿的 确实如此 哇塞 这波很危险 下方选手已经触发了一次复活戒指 有没有座气有没有掉 我们要看一看 座气没掉 还好 功能 反扑 这次是什么也没打出来 但是下方的功能已经掉过一条命了 虽然现在血量是满的 可是它的复活戒指已经没有了 也就意味着它掉了一部分属性